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大法解天機 想跟各位介紹那個所謂的金線之路 以萬教歸宗 那這個金線之路我想大家 也常聽到有人在談 那這是出自於劉伯溫的燒餅歌 那燒餅歌原來在皇宮的最後一段 在清朝末年 民國初年的時候傳出來 那這個傳出來的時候 其實以我過去也是一樣的 看不懂這個所謂的燒餅歌 到底在講什麼 那之前以前議員都打開來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可是大概這個近代的時候 在1990年之前 92年之前 其實真的全部都看不懂 看不懂 那其實我是在1997年以後 遇到這個所謂的創世法 迷樂的傳法以後 得到這個法的時候 打開來了很多的謎 這個謎打開來的時候 哇所有議員的天機 全面的打開來了 所以回過出來 也看到了很多不可思議的現象 就說 哇不得了 怎麼這麼多的東西 放議員 包括釋迦牟尼佛 包括推背圖 包括華國議員 加諾查丹瑪斯 包括聖經啟示錄 包括非常多非常多的議員 其實都暗藏著一個很大的天機 就是這個創世主 是彌賽亞 彌勒夏世的天機 那今天特別為大家來談到 這金線之路 是有很大的很大的環境背景 因為我們在這個 我們很多的修煉界的朋友 其實都有經過這個修煉的過程 也接觸到很多的宗派 那其實也很多會提到 所謂的這個所謂的佛城大法 或金線之路 類似這個 那在這個情形 我直接特別拉出金線之路 是因為我們想要跟各位探討 一件非常大的事 就是這個彌勒夏世 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金線之路呢 源自於劉伯恩他一言 未來佛 彌勒佛 他夏世的時候 他傳的法叫金線之路 那事實上在釋迦牟尼佛 特別講到彌勒夏世所傳的是佛城大法 他有別於過去修煉界講的羅漢法 菩薩法 這兩個法都跳過去了 直接修佛城 直接在佛洛國異上修詞 所以他這個法非常大 非常特殊 那這個彌勒夏世的時候 他會親自傳這一步法 如果各位有想到說 哎呦 那個另外空間跟你傳這一步法 其實那個是很危險的 那是不對的 這個 截著親自夏世傳法 這是過去歷史上 你我都知道 兩千百多年前 釋迦牟尼佛老子 耶穌這邊 其實他們夏世來傳法 就是親自下到人身 人間穿著人皮 在地上走 然後 自己的修持證物 或打開了天際以後 打開他們自己的 原來的記憶的時候 也來傳出了他們所謂的證物的法 有的是他們過去修煉的一些證物的東西 拿出來傳給大家 那這件事情 一直到這個所謂的未來佛下來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前面的一言都跟各位也相關的介紹到 事實上這個截著已經真的下來了 釋迦牟尼文在講到刺頭牧城的時候 過去我也聽不懂 後來劉博恩也直接講 就出現在哪裡 劉博恩有百年的一言 1915年的一個石碑挖出來的時候 發現到不得了 這劉博恩既然在中國還沒有變成金母基以前 就講到說 彌勒聖人將出現在中國的金積牟 金座牟尼文在哪就是跟刺頭牧城一樣 釋迦牟尼文在說刺頭牧城 就是這個鳳凰 後來我看到真的是不得了 有一位朋友在中國變成一個金母基的時候 把一個鳳凰的這個金線苗圖貼在這個中國地府上 不得了 我看到那個鳳凰的眼睛的時候 嚇了一跳 天啊這不就是金積牟嗎 原來那個金積牟在長春 原來劉博恩講的金積牟 釋迦牟尼文講的刺頭牧城 也就在長春 所以我想釋迦牟尼文跟劉博恩 跟這個畫新線苗圖 紅黃的線苗圖貼在中國地圖上這個高人 當然我本身沒有見過這位先生 我想不可思議 我當然不知道他是先生還是小姐女士 問題是我想這個是高人之手筆 這個是真的是也幫忙我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那個範圍去理解到說不得了 東西方一眼中 中彌勒下世真正的這個彌勒已經下來了 後來的背景因素 我在德華以後才知道不可思議 1997年 這個彌勒聖人啊這個創世聖人 親自到台灣來 他1997年11月親自到台灣的時候 我親眼看到了 那時候剛的哇不得了 馬上看到這位的不得了 180幾公分陰陰瀟灑的一位 一位非常非常慈悲的人 這樣的一個截子 他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因為他穿著非常的樸素 記得他在中國大陸傳話的時候 其實那個衣服 各位如果看了就知道 穿著非常簡單的襯衫 也沒有打領帶 很簡單的襯衫 其實這個 寄一些不一樣的消息裡面 我們知道 其實他裡面穿的衣服 有一些是補丁的 那因為非常勤苦 非常慈悲的一位截者 那大家都看不出來 尤其在中國大陸 1970年代左右 他那個前中國興起氣功熱潮 這個氣功熱潮呢 其實後來才知道不得了 很多山上的修煉人 看到天象變化 哇 這個聖人即將要下次傳話 趕快叫他們的徒弟 下山傳出什麼 傳出他們那一門派的氣功 他們那一門派的 很多不同的修煉 佛道啊 其門都有 然後呢 就假借著氣功的名義 在中國大陸 那這個中國大陸 氣功熱潮 其實有這個名 那個就是白華祖基 啊 就是因為的所謂的彌勒 將要傳出他的宇宙根本大法 所以很多的高人 他都拍他們的徒弟下山 教大家 這個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在中國大陸那種 所謂的無神倫的世界裡面 要叫大家佛道兩家的東西 不容易 所以大家都用氣功的名義了 一直到一九九年聖人 彌勒聖人 他開始要傳法的時候 這些公法的高人都知道 他們的任務完成哈 趕快趕快 幾十年的任務完成 趕快趕快 將他們的徒弟收山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個 接著在人間傳這部宇宙根本大法的時候 如果你還在民間 還在那邊廣收徒眾 那就干擾了這個 接著的傳法 那會被當作魔來處理 那所以呢 其實也不能全部都走光光 總是要留幾個 來點綴點綴 來迷惑其他的一些世人 所以在這個接著 真正的傳法的時候 也是用氣功的名義 因為你根本不能談 活到兩家的東西哈 還是以氣功的名義為主 1995年老水還草的時候 老水還草很簡單哈 我就直接講了 不用拐彎抹角了 長壽的水 就是老水 那是陶制嘛 陶制呢 就是胡錦濤嘛 胡錦濤1995年從西藏 書記那邊呢 回到北京準備接班 在書記處呢 北京書記處 他們準備接班 他這個動作 被記錄起來 叫老水還草 老水還草 同樣意思 那就是講到 真正的彌勒聖人 所以整個人類時間被加快到非常非常快的時候 其實聖人悄悄的來了 彌勒聖人悄悄的來了 各位還不知道哈 其實不只是他在所謂的1995年開始傳法 1951年木兔之年出生哈 在赤頭木城 所以各位要驗證一個所謂的真正的彌勒聖人很簡單 你就照彌勒聖活經講 找到赤頭木城 如果近一點的話 你就找到六伯恩講到的金雞木 什麼是金雞木 所以在這些都一言都跟各位講得清清楚楚的 這個所謂赤頭木城 其實中國變成金木雞的時候 這雞的頭的眼睛嘛 雞雞木一樣 所以彌勒聖人只有一個 各位一定要非常清醒喔 因為彌勒夏世 真正轉世 在中國的金雞木出生 是木兔年出生 所以復活節特別要講到意思的東方聖人 屬兔的東方聖人 還有那個鵝蛋 鵝蛋也出現了 就在聖人在紅髮 在聖人髮後面 這個 一隻鵝生出一個蛋 上面竟然刻五個字 神已來到王 王就是西方所講的萬王之王 因為這鵝是一個基督徒 養的 家裡農場養的一隻鵝 所以呢 那隻鵝生了蛋 不得了 竟然是神已來到 還有一個王 王 萬王之王 所以這個很湊巧 天下沒有認的一件事 是偶然的 其實都是這樣 都是有安排的 這個天璣也許以後 各位多看看 多看看 我們跟各位報告的資料就知道了 你親自都看到 這個所謂的創世聖人 這迷樂 他真正傳法的內容 我說不得了 你更會整個打開 智慧完全打開 因為他傳的是佛神大法 就是開天闢地啊 創造宇宙的根本大法 什麼是創造宇宙的根本大法 因為宇宙沉住壞滅 所以他沉沉下走 本著澎塌了 非常大大的不可思議的宇宙天體 就是他創造的 他是在這個宇宙之外 那宇宙之內呢 因應為一件大事 發生了所謂的陳諸壞滅的現象 所以到現在呢 這個非常漫長的時間 非常龐大 一直到了陳諸壞滅的滅絕的末絕了 所以引發了所謂的爆炸 那聖人呢 要趕快 挽救這個旁 比較崩潰的宇宙 他層層下走 層層下走 呼籲著層層空間的法王天主 一些胡道神呢 非常高的神呢 隨他下世振華 要到人間呢 在三界 創造一個三界 在宇宙地地層次的 這一個層次裡面呢 去講 去更新宇宙 當然很多的神不敢下來 因為人間夜裡滾滾 黑浪滾滾 尤其是顛倒 三界的設立 是有意的迷惑整個上 整個由上下來的神 所以創造的很特別很特別的現象 很多神都不敢下來 當然感冒的天膽 隨創之主下來的也是一樣 他是因為看到創世主的威德 不可思議的威德跟壽祭 他們趕下了冒的盛世下來 所以這些人 其實你我看到我們的周邊 各位你不要小看 我們周邊非常多的朋友 都是這個高層下來的 這個是真的不可思議 只是因為太漫長的時間了 各位轉世太漫長的時間了 就以為自己是人 當然沒到創世主親自的傳法 打開這天機 人類永遠永遠不可能知道這個天機 三界為何被創造也不可能知道 這個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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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的事情 所以如果問說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我要去哪裡 不是創世主來回答的話 那都是有問題的 只有創世主能真正解開所有人類的謎 所有所有宇宙的天機所有的謎 所以今天我們圍城很簡單的跟各位 很粗淺的介紹到這些天機 但是真正要看的真正的天機 各位一定要看創世主親自傳的法 他的親自傳的法 其實他叫法輪大法 其實在中國大陸 1992年傳出來叫法輪功 所以一直 我一直講了五年 創世聖人的議員 世紀大議員 整個展覽一直這樣一路過來 到7年 2017年 參加五個展覽這樣海外 算一個階段性吧 那在這些展中 我們一直告訴大家的 就是所謂的議員中的聖人出世 一直都還不是很敢直接的告訴各位 他就是法輪功 因為中共在破壞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洗腦 對全世界的破壞洗腦 1999年企業向全球打開 他破壞攻擊 而向全球污蔑這個法 所以一般不大敢跟各位 直接講法輪功三個字 其實他是宇宙的根本大法 所以一開始在介紹法輪功的時候 其實創世主就把法輪大法四個字 也壓在裡面 所以看得懂的人 自然他會知道這個是不得了 高德大法非常不得了的法 後來創世主在1997年10月16日 親自在台灣開始講出宇宙震華的天機 這個天機才整個打開來 宇宙因為沉住外面也需要震華 所以帶了千火靈魂萬族下屆 這個劉伯溫不得了 他就早就看到了 他看到這個天機 不得了劉伯溫不得了 他竟然能夠講千火靈魂萬族下屆 你知道我們印了一份資料 這個所謂的創世法王 彌勒風傳大法25周年紀念這份資料 印了兩年多 然後裡面我們特別摘入了劉伯溫的後面 梢炳歌最後一段 我讀給大家聽 上末後十年萬族下屆千火靈魂 普天星斗阿漢勤真 滿天菩薩蘭托此劫 乃是未來佛下方傳道 天上天下諸佛諸主 不予金獻之路難度此劫的國位 末後落空八十一劫 劉伯溫梢炳歌一言書 記得金獻之路出自於劉伯恩的意言 這個劉伯恩的意言 我們知道在明朝後面這邊傳出來 七百多年前 那近期的當然 有一些天機在打開 就是這一段的文字才打開 那這個是我們過去也看不懂 但是記得這是真實的發生 所以未來佛已經 已經真正的下來 彌勒已經下來了 那這個是才最重要 所以希望他們在記得馬熙會的時候 我們有把五個圖 讓大家看到中國已經有聖人 龍華三位的事情 各位可以回去看看我們前面的演講 我們講座裡面講到龍華三位的事情 特別圖本龍華三位 那其實那時候的提前兩個也在希望猶太教特別 猶太教的一言中 他其實都已經講到 他們如果看到第四個血量的話 其實他們要等著所謂的彌勢亞 他們真正的主啊 他們的主將要現身 問題是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主 其實是東方聖人 這是復活節講的 East東方聖人 那這個就是必要我們在台灣的這些朋友 把它打開 那台灣未來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的威德在哪裡 就是因為他打開創始祖的真相 這個一言中的創始祖的真相 彌賽亞、彌勒的真相 從台灣向前求打開 就因為這樣的威德 所以未來會有萬國朝中的現象 回到台灣來 台灣是一個未來將是一個世界中心 可能大家不大敢相信這件事情 不過沒關係 你慢慢聽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推背圖龍華三位這邊 其實第44項中國已經有聖人 這個時候出現的這兩個 是兩個人 這是兩個中國的聖人 其中這個老者坐在椅子上 這個是彌勒聖人 就是創始祖 然後下面站在那邊 背一個弓箭這個書聲 看起來是書聲打扮的這個 當然煙舞修文 這個是指揮姓名 在講到指揮姓的時候 有提到這個 其實這個弓箭其實前面 這個所謂的第一 前面第42項 這邊 美金協用台灣的時候 旁邊 美人 抱著琵琶的 左下方有一個弓箭 這就代表台灣 美金協用台灣 所以為而不為 那這個拉到這邊的話 我們說過了 這個就是台灣 將出現一個 這樣的年輕人 那當然他一定是所謂德華的創始地址 創始法 法王的地址 就是彌勒的地址 那彌勒彌勒分身千百億 提到的就是他的地址 其實彌勒分身 只是他在跟各位介紹 彌勒創始法王下來的事 大家可能不懂 所以事實 事實人 事實人 之不是 大家都把它當作是聽什麼 聽故事而已 不知道這是真正的 法子 彌勒 彌勒法子 那其實彌勒分身 他沒辦法親自在各位的面前現身 他就是收集他的地址 打開地址的智慧 跟各位見面 傳出他的法給各位介紹 當然各位要學法修法 還是修創始祖直傳的 所謂的佛誠大法 就是所謂的法輪大法 他不是氣功 各位千萬不要再把它當作氣功了 因為到2018年開始 我們陸續用各種講座 開始跟各位轉正一件事情 過去不大願意跟各位提的是氣功 兩個字 就是所謂的法輪功三個字也好 這個就是說 因為他根本上不是氣功 不是像中共在干擾和破壞 污蔑的這個角度 當然現在習近平上來他不敢破壞法輪功 其實都是一些手下 以前江鬼手下那些頑固的分子 那未來中國會怎麼樣 中國的經濟發展很簡單 這是因為聖人在那邊傳話 整個打開來了 整個人的智慧都打開來了 所以他們的發展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那我們靜觀其變 那看習近平他的作為 那但是修練人不管政治 未來誰能做所謂的 古聖先賢所意言中的指揮 指揮聖人 還有可能能夠領導全球的 這樣的聖人出來 那就看大家的擔當了 他的智慧擔當 那我們剛才講到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 崔被圖第四四項 中國金有聖人 這個兩個聖人 這個是 彌勒聖人一個是指揮星 那指揮星在四十基項裡面 有很深刻的介紹 各位有空去看 那回過後來 我們還是講到金縣之路 金縣之路 前面已經講到這個 各位看到的 那個燒餅哥講到的幾件事情 就是千我靈王王主下界的事情 那真的發生了 真的發生了 所以各位呢 各位要記住啊 一定要記住啦 真正的節者 彌勒啊 這個所謂的創世主啊 已經真正的下世 就是他擁有人的身體 所以你趕快去查 上網去查 趕快去查 你可以找到他那 非常多的資料 全部都公開的 你打一個法輪大法的網站 你甚至可以馬上趕快先去下載聽法 他有九講 好 我現在也是一樣 有空的時間 就是聽法 聽法 聽書的講法 這創作的講法 不可思議 層層空間的天氣都在打開 你每次聽都會不一樣 隨著你的身心變化 你在做事情 你在看事情的心量上 完全就不一樣 人生觀整個都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不一樣 這時候 你會知道你是為何而來 你是誰 你是為何而來 你要去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到這時候 要跟各位提到 就是所謂 彎教歸宗的事 既然彌勒下世已經成真 然後你會看到 我們這邊講到的 所謂的冥王出世 當然這是後面的事情 處理人類的事情 這也是很快 創世主他在宇宙振法 更新宇宙 25年創法 已經到7年 整個結束 接下來要開始進入人間 就是法正人間 各位要注意看看 法正人間 還有什麼樣的大事會發生 就是開始清理這空間 各位要注意 劉伯溫在百年議員書裡面 1915年這個議員書裡面 也有講到 彌勒聖人要做的除惡到中天 後面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 所謂的指揮聖人 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所謂的 彌勒夏至冥王出世 但是這個冥王出世 這裡也可以涉及到很廣很廣的事情 這個就是指揮新名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過去中國的政治戰亂過程裡面 常常用冥王出世的事情 其實只有到真正的彌勒夏至的時候 這個冥王才真正的出來 其實這個就是指揮新 指揮大地 這個事情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這要看 各位看得懂 看不懂 這個天氣一直在打開 各位慢慢起悟 這個聖人呢 下世 那前人類的宗教 當然所有米都要打開 現在雖然在台灣 我們在這裡 跟各位介紹 各位有言的朋友 就這麼幾 多少個我們無法限制 就是有多少人能夠聽到 我們跟各位介紹呢 不知道 然後這個 各位聽到的時候 你如果 你如果真的是 一個明白人的話 那你也把這資料 轉化出去給你的朋友 隨手一個轉化為 我告訴你 不得了 功德不得了 福報微德不可思議啦 有些人因為你的轉化以後 誤道了 明白了 恍然大悟了 來德華 你知道那威德 你知道那個福報 那個再加上你自己的修煉 那得到的功的轉化 那不可思議啦 現在這次創世主下來傳化 他全部打開沒有封頂 你能修多高就平悟而滿 能悟多少 從佛的國異 為什麼從佛的國異 就正法結束 各位的天體 全部都靜法完畢 接下來在最後最後的在人間呢 看大家平悟而滿的過程 看誰能得法 誰能得法 誰能夠真正的去修持這步法 還留有機會給大家 現在還沒有把任人間真正在打開 那在這個過渡時期 所以我們威城在這樣的機會 在打開這個真相的時候 其實也在呼籲這些修煉人 不要忘了 創世主以來的事情一定要前面打開 整個神隱做了十年都在講創世主 整個逢允世 最後一半都在講創世主 為何大家看不到 這就是事物要大家做的 所以在2018年整個神隱演出來 最重要的就是解天基 各位聽到我在看到這個神隱的時候 記住 如果你在海外神隱還有在演 你趕快去看 趕快真的去看神隱 這個就是創世主親自帶的 這些地址 這修煉的地址 演出來的 從藝術表演中 其實他把天基全部壓在裡面 把他的功法的能力 全部壓在裡面 歸在很簡單很輕鬆的 兩小時的看這個節目的過程裡面 其實他在進化你的身體 加持在打開你的記憶 神的記憶會被打開 這個是他過氣九天的傳法裡面 壓縮在兩小時 全部給大家 那表演起來 他不是只是一般表演 另外空間的生活 其實先你真正的生活 在一起在演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的聲光音樂 完全不一樣 這不是外面一般人能夠演得出來的 不是動作而已 是真正的神的印 真的神的那個力道 全部在裡面 在打開 幫各位打開 長久以來 功成已久的記憶 那我們提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們也知道 金獻之路 米勒夏是 接下來就是萬教歸宗 人類現在的各種宗教 就因為我們台灣的好朋友 我們圍城在台灣 這樣的打開 各位 你們趕快去轉發出去 修練人一樣 趕快要把創立的事情打開 不能再老是講氣功了 其中還有特務 跟中共邪惡的系統 在裡面運作 各位還不知道這個天氣了 書一直創製 一直不揭露這些特務 是因為降機救機 還給他們一個機會 各位可不要執迷不顧 其實整個神移 就是整個正法進程 各位一定要看到 正法進程裡面 所展現出來的內涵 去悟 而且去執行 去趕快的同傳 這個宇宙根本大法 真正的解天氣啊 解天氣 我們非常有因緣的朋友們 在聽到我們這一次的整個介紹 從今仙之路到萬教歸宗 前面我也是呼籲的是 其他的這個已經得法的修練人 不要激擬 只有在做氣功的介紹 前面的必須打開創世主義來的天氣 否則這個是違背事業 違背事業就有死緩的這個喚醒的這個事情發生 只是大家不敢去討論 其實一個怕心農民 會有一個誤到誤偏的這個現象出現 結果整體都只知道說 就是經流在那個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緩破壞的角度上去的 其實緩破壞是已經做了很久的時間了 十幾年的時間了 任何一個運動都會把人家搞皮的 這個不是不應該做 五一三那個世界 法輪大法日 就是都可以讓全世界耳目以南的去打開 這個是非常好 但是過於太久太久太多的 所謂的在那邊一直在那邊對應的 中共邪惡政權的應對 就是已經有一點是卡在那邊了 而且又這樣 因為做那些事情就排斥了創始祖 創始祖以來的這個真相都會被擋在那邊 所以還有太多的好朋友們 這些千我靈我問主下界的這些詩人 整個看不到聽不到真正創始祖的天機 那風塵已久的記憶是打不開了 那議員的古聖先賢的議員創始祖也叮嚀大家 千萬一定要注意啊 要非常的重視 他能震撼啊 驚醒世人啊 之所以跟以前的議員呢 很多都不準是因為很多的劫難都被擋住了 是那一部分的劫難被擋住了 所以不準 而不是說這些古聖先賢留下議員中 這次振發一起努力的結果 結果被大家複視了 微塵做了將近五年的時間 前面的紅船 紅船這個創始祖的議員 其實在二十年前一得這步法的時候 就知道彌勒下士了 只是周邊的人沒有一個 有那個深層的那種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那種敏感性 敏感性不夠 而且人心重的時候 反而是排斥的非常的厲害 導致呢 這個整個天際 都一直一直被擋住 擋住擋住擋住 其實真正的普度眾生的 就是現在目前這雙之主 以蹭的彌勒之佛城 所以若歸於念間呢 這個死背在山上沒有被公開 只是告訴各位 你到山上去一定要背下來 為什麼 因為天際在其中 各位要去悟 我現在要告訴你 回到這個你的國家去 一定要告訴你周邊的修煉的人 告訴他們這個天際呀 入山皆趁著彌勒之佛城 各位都當作耳邊的紅氣了 甚至是掩蓋跟排斥的這個肉歸於念間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議的情形 意識到之所以會有所謂的 一些耽誤了這個事情 有緩醒的現象 這個違背的事業的現象 這個是沒有人敢在這個修煉人中間去談的 這也形成一個非常龐大的不好的現象 那探這個機會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修煉人能夠聽到我這邊的呼籲啊 各位如果不去做創世主以來的天際 去打開這個天際啊 各位啊 有很多實緩的事情 那個是會執行的齁 你們反正 可能大家不覺得怎樣 大家都可以圓滿嘛 齁 但是很多事情你沒辦法做 很多事情都會 都會是一個非常大的遺憾 大的遺憾 所以師父講的 創世主講的 我急的不行啊 各位不當回事 到時候哭都來不及齁 這個其實啊 我在這裡也講出來 很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修煉的地址呢 得到這個法的地址 有一些地方會耽誤到的 所以世人啊 全世界世人呢 好多好多都還不知道 創世主以來 創世主以彌勒的身份 重傳這個佛誠大法 這個天際 這個創世主講得清清楚楚啊 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這修煉的一遍 發生了一種干擾跟障礙 整個擋住了 擋住了 讓世人前面的了解 那過去創世主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如果這個法 是從台灣向前球打開的話 那全世界一個人都不會落下 那現在目前 雖然我們從中國大陸 開始1990年 洪傳這部大法 師父創世主這樣洪傳大法 那到1997年 在台灣打開 做政法天機 那我們今天我們也覺得說 在台灣我們是可以把 創世主的事情 所謂的千霍靈王王主下屆的事情 從台灣向全球再繼續打開 創世主 彌撒亞 彌勒聖人 東方聖人 伊斯特 復活絕 這個聖人 其實都在講這個創世主 創世主為大家承受的 那個業力 宇宙的很龐大的黑色的業力 創世主為大家承擔了 這個不是像耶穌呢 承擔那幾個弟子 不是龐大天體的業力 為了這個承擔 被法國議員家諾查丹瑪斯看到了 不得了 1999年7月這樣的承擔 整個身體會被這個 黑色的業力啊 整個的整個的這個 所謂的 整個的那種 那個那個破壞 整個死而復活 身體炸碎了 死而復活 死而復活 所以 法國議員家 在議員他的著世紀裡面 用1999年7月 恐怖天王 從天后降那個 喚醒安哥盧亞王 其實就是這個東方聖人 那 這個事情 後來他把它流傳在歐洲 讓他們記住 這個伊斯特 東方聖人 死而復活 讓大家記住 復活節 記住神的復活 記住 兔子 1951年聖人屬兔 將出生 在兔年 東方人才知道的兔年 還有那個鵝蛋 神已來到了 萬王之王已來到了 那個鵝蛋也會出現 所以這個西方的議員 諾查丹瑪斯 其實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真的非常了不起 啊我們東方的 所謂劉伯溫呢 啊 最不如李淳宏呢 他們也是非常不可思議啊 當然釋迦牟尼佛為這些事情 也盡了很大的力了 只是我們今天的修煉人 今天的宗教人士 現在最大最大問題是 各大宗教已經怎樣 勢力非常大了怎麼辦 勢力這麼大的時候 民生利路都有了 怎麼修啊 這個跟釋迦牟尼佛的教法完全就不一樣了 所謂的佛法 佛教世間化 其實它的好處跟壞處其實同在的 那現在目前天氣在打開 沉住外面的宇宙已經到 沉住外面的滅絕的末節了 其實宇宙空間深層爆炸 還好創制主 即時的把它擋住 整個重新更正了 更新了宇宙 可是各位 連這個都不知道怎麼辦呢 連創制主已經來了 都不知道 宇宙沉住外面的滅絕的末節也不知道 接下來怎麼辦 其實 所以我問大家說 山雷為何而造 我是誰為何而來 要去哪裡 不管各位是歸了什麼樣的宗派 各位是哪一個宗派的大師啊 哪一個宗派的長老高增大德啊 哪一個宗派的所謂的基士啊 這個是護法基士啊 不管你們做了多少 酷氣在你們的宗派裡面 佛教裡面 你修持了什麼樣的法門都好啊 你憎悟到了什麼高的果位都好 那都來不及啊 那些東西對你來講 都沒有什麼好處了 為什麼沉住外面的宇宙 你過去沒有得到更新啊 你現在的所有一些東西都是沉住外面的東西 都一定要炸毀掉的 全部都最後要整個清理消費的 那現在目前留在人間 最後最後要做的是滑真人間 就給大家的一個非常大的機會 時間來去尋找 去找到這部大法 去了解到這部大法 這是給大家的時間啊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是所謂的萬教歸宗 為什麼要萬教歸宗 因為這個是給大家最後的一個機會 其實各位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王啊 天上非常了不起的王啊 這是趕深的隨下至數下走來到人間啊 這個是不得了 宇宙間非常多的神都非常的讚嘆敬佩 這一批來到人間祝師振華的這些神啊 不可思議啊 已經這個聖人傳法25年了 其實整個人類從開創三界開始到現在兩億年的時間 兩個地球年 一個地球年的壽命的一年 現在第二個地球年已經一年也快要結束了 早就應該算是結束了 幾次幾次的災難都被創作擋下來 1994年的那個所謂的彗星啊 雪梅克彗星其實是針對地球來的 是要毀掉人類的 1999年7月恐怖天王 把這個很大的黑色物資啊 往地球上壓 也是聖人承受的 用九個月承受 不可思議的 在2012所有聖人打開地區風雲 完全解開了 完全改變了 人類的所有的災難的情形 這個只是 我們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 非常明白 我們身為創世主的大法地主 我們非常明白這件事 只是有時候 可能很多人來不及跟各位講 也不敢跟各位講到這麼說的 比較賢奇的東西 事實上在議員中去談到這些東西 都是非常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有些人有怕心啊 所以耽誤了各位呢 來瞭解這個真相 所以我們是很抱歉 跟各位說聲抱歉 我中間呢 今天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也是算是花了一些老騷了 對於我們這些修煉人的 這些同修們呢 心裡有一些低估了 因為創世主其實是非常急啊 非常急啊 所以才會有使喚了這樣的一篇文章出來 喊了喊反省的這樣一件事情 還給大家時間給大家機會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這些 我們這些好朋友們呢 還沒有得法的好朋友呢 你趕快去想辦法去找到 法輪大法的網站 裡面有五套公法 練功典 還有這個所有的師父的講法 創世俗的講法 你趕快去聽 你在工作之以內 你就可以放了這個錄音帶 下載在手機裡面去聽 帶了耳機聽 或是跟你的好朋友 家人分享的聽 這真正的創世主義來了 我這一天的創世法王迷了洪傳道 25周年的紀念 這裡面的所有的文字 都是真正的天積 都是真正的天積 創世主的所有的天積 幾乎都寫在上面 只是講的比較簡單 那各位呢 要講 要趕快去找到 創世主的法 就是法輪大法 他的親自9天的講法 你趕快去聽 然後你的五套公法 還不會趕快到 前省700多點的 免費教學的練功點去學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在我們講到金線之路 如果沒有遇到金線之路 其實難奪此節 創弱國位 幕後落空八十一節 創弱國位是好聽點 其實未來宇宙 不再沉住壞滅 未來的宇宙 是更新的宇宙 如果你身上是 沉住壞滅的因素 完全沒辦法進入新的宇宙 因為那些沉住壞滅的東西 全部都要消費掉 所以不是說 落空八十一節而已 不是創弱國位 是根本沒有位置 沒有你的位置 其實會隨著宇宙的沉住壞滅 炸毀掉 被消費掉 所以這金線之路之嚴重 彌勒真正的創世主彌勒法王 真正的彌勒 已經親自在人間傳法 真正親自傳法了 各位一定要非常的清醒 要趕快的去找到這步法 不要再聽過去啊 這個人間那些所謂政黨政客的那些攻擊言論 記住 這個創世主以來 他傳的話就是法輪大法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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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